史上巨赤华的陵墓 他们这个龙老师真的有点丑 我觉得有点恐怕 比较现代的一个皇陵 就这么两年轻的比较大特定 这个 他不合国西王陵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启定皇陵 这是阮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陵 因为它是阮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 启定皇帝的陵墓 然后这个陵墓呢 是来参观的游客最多的 因为这个是规模不大 但是却是最精致的一个皇陵 这里的门票也是15万一个人 他是在一个路边 挨着马路 然后从这台阶上去就是了 他们这个龙啊是真的有点丑 我觉得 这座陵墓却是比那个加龙地的那个陵墓 规模小了很多 他就只占据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 他们这个龙虽然丑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香了一个玻璃的眼珠子 这个台阶好陡啊 有点恐慌 没有 没事 还行嘛 确实有点陡峭 他这个两边也有这个大象麻痹 还有这个官员的雕刻在这里守着 而且他除了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士兵 这是六个士兵 是这种光脚的士兵 这里还有一个石碑 很大的一个石碑 上面是中文的碑记 作为软巢的到处第二位皇帝 启定帝在位九年 但是他这个皇陵呢 却整整修了十一年 就是启定皇帝 在一九二五年去世 他这个皇陵 却是在一九三一年才竣工 就他去世之后继位他的这个皇位的 宝大帝他的儿子还继续在为他修建这个皇陵 然后启定帝为了修这个皇陵呢 还特意向他的人民征收了很多的税赋 就等于是劳民伤财 就为了修建这么一座 规模不大 但是非常精致 耗费巨资的这么一座皇陵 而且启定帝作为软巢皇帝之中 与法国殖民者最为合作的一个皇帝 也受到这个法国殖民者的很多的这个优待 并且他也亲自去过巴黎参观游览 所以他的这个陵墓呢 其实有很多这个法式建筑的根基在里面的 所以算是比较现代的一个皇陵 他整个这个皇陵基本上都是钢筋水泥结构的 所以也比较结实保存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就是他这个陵墓的大殿叫天定宫 非常典型的这种钢筋水泥的中法结合的这种建筑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它上面都是这种雕的这种龙的形状 然后整体的这种浮雕什么的也都是这种中式风格 但是建筑呢却是这种比较法式的这种基础 这怎么感觉进了别人家客厅呢 而比较现代嘛 整个装修都非常的现代 因为他1931年建的 到现在也就不到100年 这里有几定地的各种照片 这边这是他在这个宫廷里边 然后这里还有他去巴黎的照片 在法国巴黎 这里可以拍摄 但是不能用闪光灯 这是他中间这个大厅 然后屋顶还有这个绘画 也是龙的形象 然后整个墙壁到处都是这种瓷器的贴片 然后里边是这种琉璃吧还是什么的 真的是异常的精美 火焰六色的 就他这种绘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是中式 但是这种材料什么的 又都是偏这个西式的法式的 其实也是一个这种中西结合的典范了 上面还装着电灯 他这个祭台都是这种石头的 然后贴着瓷片 然后上面有他的一个照片 这里还有一个他的这个雕像 这是铜的吧 厉害 这个确实是太奢华了 他这个雕塑上面还有一个这种非常大的 四方形的这种陶瓷的翻 这个太浮夸了吧 真的是 无以言表了 不知道如何形容 然后每一处每一片都是这种瓷片的 然后五颜六色异常精美的这种瓷片 看他上面这个龙柱 是多么的浮夸 怪不得这个陵墓要修十一年 确实是 这怪不得他死了之后那么多年还要继续修 所以修到一半 剩下一半不修那多丑 对啊这也没法停啊 就不像其他的陵墓就是外挖 然后停了就停了 这个全是这种的瓷片 停了之后就对比太明显了 所以就只能继续修 继续修 这应该是史上最奢华的黄陵了吧 史上最奢华的陵墓了 应该是 反正我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比这个更奢华的了 去完那个加龙黄陵 然后再来这个启定黄陵 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开国皇帝跟王国皇帝的区别 虽然这个启定黄帝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王国皇帝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皇帝了 就完全是受控于这个法国殖民者了 所以我觉得是那位王国皇帝也不为故 看看他这个陵墓的这个奢华程度 他不王国谁王国 山水对朝有天下独尊之事 就这行天下的独尊 这边是泰盘永殿见万年不拔之机 现在看来多么的粉刺 但是就是还万年不拔呢 这建筑可能是个万年不拔 啊 对 但是阮潮已经拔了快一百年了 所以这个孔雀开瓶的这个瓶分后面就是他的陵墓 但那上面现在是不让上去的 但是可以看到里边也是极其的奢华金 这是另外这边的侧厅 这里也挂了好几幅他的这个照片 可见他平时这个穿着就都是比较奢华 然后这里还展示了一些这个陵墓建造时候的一些场景 然后这是他那个雕塑 这边展示的是他的一些生前用品 这是他当时用的一套桌椅 也都是这种金色的 还有他用这个桌椅式的一个照片 这是其他的一些日常用品 可能吧 这还有一个法国赠送给他的这么一个瓷瓶吧 然后上面还镶嵌的那种金属的女神像 天使还是什么的 这里还在进行一些修缮 所以他在整个黄陵原来应该都是这种白色的 现在是有这个苔藓什么的逐渐就变黑了 他这个黄陵虽然规模小 但是地势确实也是不错的 从这里看出去风景确实不错 从那个最下面的马路边上 然后一直爬上来 要经过五个平台实际而上 然后才能到达他这个启程殿 估计也得有个一百多米的高度吧 现在我们已经参考完了 就是阮潮第一位皇帝嘉隆帝的皇陵 以及阮潮到处第二位皇帝 这个启定帝的皇陵 然后阮潮呢 其实是一共有十三位皇帝 然后顺化这个地方呢 其实正儿八经的有六座皇陵 然后这六座皇陵里边呢 其实一共只埋上了七位皇帝 有一位皇帝他在位只有两百多天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皇陵还没有开始修 那他就只能够埋在其他这个皇帝的皇陵的旁边 就他埋在了这个所有这六座皇陵里边最大的一个皇陵 四座皇陵的旁边 然后给他这个皇陵起名叫做裴陵 就等于是他陪着祖先的旁边 所以叫做裴陵 然后顺化这个地方呢 其实一共埋葬了阮潮的十位皇帝 除了这个六座皇陵里边的七位皇帝之外 还有三个皇帝是埋葬了一个在座安陵的地方 这个安陵呢 他原本其实并不是一个皇陵 他是一个侯爵的陵墓 因为这三个皇帝呢 他们在任的时间都非常短 最短的在任只有三天 长的呢也都不超过一年 就是他们上任之后呢 都非常的不配合这个法国殖民者的统治 甚至想要反抗法国的统治 然后这个法国殖民者呢 就直接把他们废除了 所以他们被废除之后呢 就没有这个皇帝的称号了 有的甚至还被流放到了海外 所以他们去世之后呢 就都没能够埋葬进这个皇陵之中 就都埋葬到了这个安陵里面 这个安陵他从建造规格 以及这个分水啊 从这个规模呀 都算不上是这个皇陵 只是后面起定帝继位之后呢 因为里面埋葬了他这个父亲 他就又把这个安陵的规模 扩大了一些 但是他还不能够称作为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陵 然后除了这十位 葬在这个顺化的皇帝之外 阮长还有三位皇帝 是没有葬到在这些皇陵之中的 就是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展览 就是那个阮福明 暖朝的第八位皇帝 就他是因为这个 起兵反抗法国的同志 后来被这个 法国给流放到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而最后他就死在了阿尔及利亚 然后就站在了法国 没能够回到他的故乡 然后还有一位皇帝呢 是他在任的时候 被这个全城给废除了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也就没有皇帝的嗜好 也就没能够埋葬于这个皇陵之中 然后最后呢 就是暖朝的末代皇帝 保大帝 他是两次退位之后呢 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法国 最后也是在1997年在法国去世 所以自然也就没能够埋葬于皇陵之中了 所以这是暖朝13位皇帝的 与这个皇陵的故事 现在快五点半了 这边要关门了 我们也参观完了 参观完这两个皇陵之后 我们就不打算再继续参观其他的皇陵了 因为我觉得加龙皇陵作为软朝的一个开国皇帝 他是奠定了软朝的一个发展的基础 而启定皇帝作为软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 他的统治时期基本上也就奠定了软朝的这个灭亡 尤其是他这个皇陵的修建 我觉得更是加速了这个软朝的面网 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就再来 وس Di urch ill な 你们 你们 我们 你 你们 你们 感谢观看